小豬豬 這就是我的小學生活 我的各位同學都喜歡叫我小豬豬 因為我的身材實在是非常的肥胖 給同學這樣批評我 就已經忍不了了 可是在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呢 竟然連那個父系都批評我 我還記得那一天 我需要排隊去打針 我看到那個護士看著我就說 謝同學把衣脫掉 那我就脫衣了 他就看著我的脆肉 看還沒關係 他竟然用他的手指去搓我的脆肉 小姐我跟你很熟啊 搓什麼搓啊 我是冰冰有理的學生 所以沒說出來 只是心裡這麼想 他搓了很久 終於他開口了 謝同學 你身材這麼肥胖 以後去了中學 怎麼可能會有女朋友呢 而且我沒女朋友 關你什麼事啊 哇 聽了就火 結果我就發現 我那天要下定決心 一定要減肥 我要以新的我進入中學 大學會 大學 小學會考過後 整個十二月份 我都很努力的解肥 每一天我都爬樓梯 你們猜一下我住幾樓 二十 十六樓非常接近 差不多 每一天風雨無阻都爬十六樓回家 堅持不坐電梯 就這樣一天敬畏一天 而不只運動 我回到家 不吃晚餐 每天只吃兩餐 而且吃素食 還好我媽媽分認技術不錯 所以素食非常的美味 就這樣過了三十天 你們猜我減了多少公斤呢 十公斤 我中學第一天大戶學校 我的老同學完全不認得我 連男同學都跟我吹口哨 我的自信心直接直衝上心 過後呢 一轉眼就過了二十八年 我沒有去找他 他反而來找我 我說的是我的罪容 其實不瞞你說 六個月前 我的罪容就找到我了 我就堅持我要減肥 我每天都要減肥 過了六個月後 我不止沒有減肥 我還增加了三股劍 所以一月一號2017年 我就決定我要立志 我要定一個新的方向 可是這樣不夠 我必須要學習我以前十二歲的我 我每天都要定下新的習慣 什麼新的習慣呢 以前我爬十六樓回家 現在我爬兩樓 因為我到地鐵站的時候 不搭那個電梯 我就走樓梯 每天都這樣 從一月一號開始 飲食方面呢 以前我吃素食 現在老實說真的忍不住 特別是看到炸雞翅膀的時候 我更是忍不住 所以我就決定每一天喝咖啡的時候 不加糖不加奶 就每一天 起初是非常的苦 非常的難受 可是沒想到喝了兩個星期 竟然就習慣了 所以我現在有喝奶和糖的咖啡 反正覺得非常的甜 所以我在運動方面有改進 在飲食方面也有一點突破 就這樣我已經過了大概三個星期 你們猜看我減了多少公斤 你們對我的信心太多了 我減了一公斤 笑聲笑 一公斤也是進展 是嗎 所以你想想看 我只要過多五個月 如果我過新年不吃肉乾的話 我六月份不吃榴槤的話 我肯定能夠減五公斤 你們相信我嗎 相信 你們 今年有一下新的自願和方向呢 誰有的曾舉一個手 應該不是減肥吧 增肥 增肥 無論是增肥減肥 或者要省錢賺多一點錢 我建議大家考慮我的方式 不要只停留在定一個新的方向 更重要的是 每一天的生活當中 立志有新的習慣 現在就考慮一下 你們從明天開始 要定一下 什麼新的習慣 謝謝